胡幸宜今晚出席一個活動 問到有記者指他跟老公李承德當眾吵架 Philip在戲院還生氣到忽袖而去 幸宜要追回老公才平息 今晚他本人自然要澄清 以我自己的記憶 我那天只不過是跟我老公說 我想吃刨菊 他說我病你不要吃 都沒有拍到什麼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新聞 但是你不就去追著他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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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的事 所以就是 就是 因為是藝人 所以就是很sauce 一舉一動 我也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去看電影 也會被人偷影到 有指Philip在Instagram 讚文罵傳媒垃圾 行而繼續躲 我覺得他有他的想法 可以抒發他自己的感情 就好像傳媒都有自己的角度去寫我們 或者寫他 他不會說所有的傳媒是垃圾 當然是一些譬如令到他 我想大家要看清楚他寫什麼 不可以說一觸桿打散一船人 就是他 怎麼說傳媒全部人都是垃圾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一些 譬如狗仔隊 或者他會覺得他的私人生活被人侵犯到的時候 行而變了夾在老公和傳媒之間的磨心 震任公 MING PAO TORONTO